让绝命独师掀翻餐饮界 靠海克斯黑科技分分钟颠覆老厨师三观 更是让两个平平无奇的男人 成了外卖商家的客行餐饮界的第一公敌 尤其是靠那一勺三花蛋的成功出圈 让新苦熬汤几十年的老师傅瞬间大开眼界的留怂 视频中一位老师傅正在用传统手摇制一锅正宗的羊肉汤 结果苦熬两小时汤底居还是一锅清水 才听到老师傅说 这锅汤要在泡一晚上之后才会变白时 留怂立马展示出自己的海克斯科技 一勺三花蛋奶下锅 汤底瞬间变白 此操作让留怂爆红网络的同时 也让老师傅直接陷入沉思 没想到店主辛辛苦苦熬了七八个小时的羊肉汤 却不敌一勺三花蛋奶 老板直接傻眼 而闯荡江湖多年 作为餐饮同行的第一公敌的留怂 也在良心揭秘的路上越走越远 听粉赛特自己做会面汤底 留怂再次用出海克斯科技 这一下可让粉丝长了见识 没想到除了三花蛋奶能让汤变白 竟还有浓缩羊羔这种东西 前脚会面视频的博主还在感慨 自己这一晚下去还能不二两盖 后脚留怂一勺浓缩羊羔 立马将它打回现实 看到视频的网友纷纷直呼 再也不敢在外面吃饭了 当然海克斯科技还不仅仅只有这些 一碗花生酱兑上一比一的自然水 再加上一点点的焦糖色和芝麻香精 一碗浓稠又丝滑的火锅店麻将 就瞬间出炉 这次操作别说老师傅被震碎三观 就连网友们也被直接震惊 一句 让人直接破防 人家老师傅熬糖色 是将冰糖放锅里慢慢熬 然后熬出焦糖色 每次都是现用现熬 体现的就是一个酱心 结果刘松直接拿出焦糖色 然后再放上一把甜蜜素 秒秒钟就调出一碗味道 不输正宗糖色的糖水 不仅如此 还有那独家秘制的铁板鱿鱼 堪称是烤熟了的元素周期表 却连灵魂酱汁里都被加了3A小料 属食谁看了都不敢吃 而视频的创作者刘松 也在通过制作由各种添加剂 勾兑出的美食的同时 找到了流量密码 他的视频既令人上头 又顺带科普里一些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 同时还为自己赚到了很多流量 只不过刘松还不是唯一一个 被海克斯科技之神眷顾的人 在东北还有一个与他同期出道的心急飞 他的出现更是令人闻风丧胆 被称绝敏毒师 这哥们说话总是外着嘴 口头禅常常就是 你以为买的是牛排 其实都是碎肉或者边角料鸭的 你以为喝的是奶茶 其实一滴奶都没有 有的只是植物末和奶精粉 你以为你喝的是眼窝 其实是明胶片和植物末加糖浆泡出来的 最近海克斯科技一词爆火网络 而这位号称绝命毒师 炼金术士 东北全能型喷射战士的心急飞 也是硬核地将这一次展现的淋漓尽致 就在网友们盘算去自助餐点火锅 怎么才能吃回本的时候 心急飞一个视频让你怀疑人生 你以为你吃的是羊肉片 其实竟是不知摻了多少边角料的混合肉 视频中心急飞直接将一堆乱七八糟的碎肉鸭肉 一个劲儿的往里割 卷刀一起然后压实后封上保鲜膜等冷冻过后切出来 是不是感觉很眼熟呢 不仅肉片没能幸免于它的毒手 淀粉肠也是如此 各种调料那是框框的一勺一勺往里加 最后栽了一勺干净的海克斯黑科技 倒入料理机后做成的香肠 跟市面上卖的还真没什么区别 而且你敢想象吗 就连年轻人非常喜欢喝的奶茶 原来也都是科技与狠活 常人都以为奶茶店的奶茶其实都是红茶和纯奶充好的 其实不然很多里边都是加入了黑科技 果葡糖浆植物末和奶精粉 从头到尾没有一滴纯奶 但偏偏味道却和我们常喝的奶茶无啥区别 看到宝妈买39块9的燕窝 星际飞直接拿出名叫剪成一条一条 往水里一泡再加点可以食用的糖浆 一碗精致的燕窝就做好了 听到网友买19块9一罐的蜂蜜 星际飞一大勺麦芽糖在对水融化 最后再来几滴玫瑰花精和蜂蜜香精 清过一番冷却之后 一罐海克斯蜂蜜就成功出炉 就这操作 显至比复杂的检验报告更有说服力 看完这些视频 恐怕再看到美食界琳琅满目的小吃 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幕幕的黑科技配方吧 而他们的视频 也让商家和消费者一次次正随三观 你敢相信没有牛肉 用鸡肉烂鱼充树 用牛肉香精制作的牛肉干吗 你敢相信全是甜蜜酥和玉米香精油的玉米棒子吗 你又敢相信用大豆蛋白 木薯淀粉和猪肉精油做成的速冻水饺 和加了螺蛳粉增臭酱的臭气熏天的螺蛳粉吗 对此 不少网友在看到这类视频后 纷纷留言 非个一段短视频 比唠叨了我二十年的妈妈还管用 让我戒掉了路边摊小吃 而作为东北两大科技大师的刘怂和星级飞 也是将海克斯黑科技展现到淋漓尽致 一次次颠覆了网友们的三观 不过就在两人因这类良心揭秘的视频爆火的同时 又有人在质疑他们的行为 其实就是在贩卖焦虑 宣传低价有罪论 甚至传播犯罪方法 他们这是因为发现流量密码划中取宠的行为 对餐饮业都造成了负面影响 乳白的羊肉汤 色素勾兑的蜂蜜 喷香的肉肠 以及芝麻酱 碗面等等 原来竟都能用食品添加剂制作而成 海克斯科技纵然可怕 但我们不能以偏盖拳 以干着打死所有餐饮界的商家 相信很大部分商家依然是实实在在地做美食 如果以偏盖拳地去看待此事 会伤了很多真心做餐饮的人的心 但也不能否认海克斯科技无处不在 现实中是有一部分黑心商家会挂羊头卖狗肉 利用各种食品添加剂来节约成本 节省时间 或者是利用添加剂中的香味 掩盖食物不新鲜的气味 给食客提供与价格不相符 不健康的食物 欺骗消费者 而最近 就在海克斯科技一次爆火后 很多网友也开始关注身边的海克斯科技的时候 没想到 既业绩亏损 大规模闭电风波后 海底捞却因为其猪肚鸡汤底细粉料冲泡 而冲上热松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 声称自己在海底捞吃饭的时候 自己选的猪肚鸡汤味道比较淡 于是向服务员反馈 食料服务员却拿了一包带有风味固体饮料字样的粉料包 直接倒入锅中 甚至配料表的主要成分间含有直至末 这一下直接让网友震惊不已 陪以为自己喝的汤勺制几个小时的浓汤 结果没想到 竟是一大调料包制成的素溶汤 不过对于此话题 海底捞官方作出回应 表示汤底是事先做好的 但是因为供应量比较大 所以才选择了素承包 与此同时 他们还表示 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国家食品认证的 只是虽然这段解释很合理 海底捞也并没有触犯到什么 但是这呢 却让很多吃火锅喝汤的网友心态崩掉 不仅如此 你一定不敢相信 还有一种东西 名字叫做预制浓缩蛋液 所以你以为餐厅中QQ弹弹非常好吃的鸡蛋羹 是厨师一杯杯打出来的 然而你错了 有可能啊 它只是一包预制浓缩蛋液 而且这种浓缩蛋液还非常便宜 一杯蒸鸡蛋的成本 还不到一块钱 操作更是非常简单 只要将蛋液倒入碗中 再兑入适量清水 撒上葱花稍作点缀 那么一碗Q弹美味的蒸鸡蛋 也就制作完成了 可能你不敢相信 一杯小小的蒸鸡蛋不至于这样做 但只能说是你太单纯了 毕竟这一碗蒸鸡蛋可比真材实料的鸡蛋更省钱多了 对于很多不良商家而言 无疑不是一种既减少成本 又省时省力的方法 可谓都是科技和狠活啊 虽然海克斯科技减少了成本和制作时间 甚至很多食品添加剂还是被允许食用 但在过多食用的情况下 依然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只能说有需求就有市场 既然有人愿意为合成食品买单 那就一定无法避免海克斯科技的存在 而作为消费者还要理性选择 虽然不东西便宜没好货 但也要具备明确的判断力 我们不能否认黑科技的存在 但我们也能尽量为自己避免不必要的伤害